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体的大概的一个结构图 我们人身上的脏气大概分为两种形态 一种是空心的 一种是实心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由上而下 哪些是空心的 鼻子 嘴巴 气管 食管 再往下 肺是空心的 胃是空心的 胆囊是空心的 小肠是空心的 大肠是空心的 当然 膀胱也是空心的 这是一种空心的脏气 我们再看看 食心的脏气有哪些 我们由下往上看 肾是食心的 肝脏是食心的 脾胀是食心的 当然一切也是食心的 还有什么 心脏也是食心的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人体的两种形态 在我们中医里面 空心的 所有的空心的 主 降 食心的 主 身 当这一组 身降 达到平衡的时候 很平衡 运转的时候 我们的人 就是 健康的 那么今天的第一讲 有关于人体气机的 身降 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